2022年阿九杯入住足球赛是一个重要的赛数 29号中华民国足球协会和阿九足球联名 特别安排到新亚体育长、英华体育长、英华足球场 和骁龙足球场顶顶顶的丢队来回看 表达主板赛数的议员 中华民国足球协会一期尽数2022阿九杯入住足球赛的主板款 抗牛交通和丢队鼓励 不仅几个台南和高雄来举行 不过除了台湾之外,还有印度和乌兹别克进出的主板款 如果台湾能争取到 不管我们台南跟高雄 虽然是属于不同政党 但是我们还是会携手合作办好这次的赛事 最重要因为我们还有乌兹别克 还有印度要争取 这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 但是也希望说全国民众 我们所有的台南市民一起努力 我们希望所有能够争取到这个赛事 中华主席秘书党方靖元标席 台湾今处主板款最大的优势 就是软体的部分 包括交通担门和医院的领域 但是丢队的方便 参与党管理分比较更高 对合座委典公超倍总控 秘书要继续加強 那也很感谢市长来这次特别 就是可以帮我们加强这部分 那亚主席官员听到 他们其实刚才跟我讲 他们觉得很开心 因为其实硬体的部分 跟软体的部分 这是他们来最重要的两个部分 那软体部分目前我们是OK的 那假如市长可以 就是云诺说把这个硬体改善的话 那其实他们对台湾 其实是感觉很有期待的 9月9日表现 台南不仅是足球的中央法原地 也一支穿紧着好好足球的运动风气 今年台南已经几个两个 新大足球赛会 期待中华足协可以顺利来申办 2022年阿秋波入住足球赛 台南一定会竟然在学校 那我们是不是跟市府 先贏了什么不动